周一 美中两国就允许美国会计师事务所监管机构到中国进行审查的谈判 因中方代表临时取消访美行程不得不推迟 外界认为 在诚信问题上 中国方面恐怕难以面对美方的审计 中方的代表原定这个月访问华盛顿 进行第二轮的商讨 议题包括是否允许美国上市公司会计委员会的审计师到中国查核账目 特别是在美国上市而由中国会计公司作账的中国公司 由于中方临时取消访美行程导致会议推迟 事发突然 中方代表之一的中国证监会官员对此并没有作出回应 今年以来 多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因传出账目不清或资产数字有误 导致股价大幅下跌 遭到美国司法部门介入调查 特别是一些中小规模的互联网站公司 问题尤其严重 连带相对账目透明的公司 例如新浪及百度 也被投资者抛售 造成股价急错 据媒体报道 部分原因是美国政府对这些公司的会计审计调查力度正在加大 就在谈判被推迟的前几周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绕过中国监管机构 直接对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得乐的中国子公司采取行动 要求他提供一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调查的客户相关档案 任何国家的公司事实上都是在美国注册 或者在美国进运作 本来美国就有这个群力做这个调查 你还要调查它就股票就也在实际上是一个不好的警讯 就是说为什么美国一调查 为什么市场就会有这么大的危机反应 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在出现问题的中国企业中 有很多企业的审计是由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的 经济评论员草安居士指出 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诚信问题 使得美方在审查中国公司申请在美国上市的过程中 无法取得相关的资料 现在美国要开始展开调查 中国公司方面的态度不是躲就是逃避 所以他就发现中国公司造假的是非常弄日 非常普遍 而在这种情况下就造成了美国的投资人造成收益上的很大的损失 诚信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这方面美国就跟照美国的法律政府的司法部门开始进行调查 看看在里面有没有蓄意欺诈的情况 所以在这块就造成了中国的一些公司普遍的不敢面对这些司法问题 所以他们就躲一直在逃避 草安强调美国司法部门的介入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的政治问题 司法部门的这个介入 而这个介入我相信在今后会有大量的中国上市公司被爆出造假的问题 但是这个事情表面上是一个经济力量上市的反映是一个很多的政治问题 包括国家的程序问题 其实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根据彭博社报道 引述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一名发言人的话说 重开谈判的确实日期尚未有定案 但他重申 我们仍热切期待能与中方代表在短期内重开谈判 至于美中双方何时可以展开第二轮谈判 商讨美国监管机构能否到中国进行审查 各界人在密切关注 新唐人记者周玉玲 林平 孙玲采访报道